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临终前 还立下了三道遗嘱 令无数后人唾骂不止 那么 慈禧太后 究竟立了怎样的遗嘱呢 第一条遗嘱是 立纯亲王之子 补仪为帝 我们知道 光绪皇帝当时正直壮年 但是却报必身亡 而根据最新的考古结果显示 考古学家们 对光绪皇帝的遗骸检测后 发现光绪皇帝的骨骼中 含有砒霜 而这也印证了慈禧太后 有预谋的 在临死前毒害光绪皇帝 而立一个 只有三岁的小孩子为帝 慈禧的目的也不言而喻 当时的慈禧还幻想着 自己能够长命百岁 再立一个小皇帝 便与自己垂帘听证 可是人算 不如天算 慈禧也没能想到 自己会与光绪皇帝 相继死去 慈禧再次垂帘听证的愿望 也落空了 第二条遗嘱 是女人不得干政 这条遗嘱 可谓是可笑至极 慈禧太后作为一个女人 掌控了清朝的最高权力 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在慈禧太后的执政生涯中 虽然也有新办洋务运动 与清末新政的功绩 但更多的是误国 中法战争中 新政府的军队 取得了镇南关大捷 慈禧却赶紧去卖国签约 明明打了胜仗 却要赔款 甲午中日战争 一经战败 立即派李鸿章签约卖国 日本获得巨额的战争赔款后 更是助长了 其军事能力的发展 以至于更加的轻视清朝 更不必说慈禧 还曾挪用海军军费修缮圆明远 特别是在戊须变法中 慈禧太后为了一己之力 阻挠变法 使得清朝的形势 愈发的危急等等 第三条遗嘱 是宦官不得干政 这条遗嘱 更是令无数后人唾骂 在慈禧的一生中 曾有两个太监伴随着他 先是安德海 后是李莲英 特别是李莲英 是清末最有权势的太监 李莲英虽然没有直接干预朝政 但是极其贪财 如果朝臣有求于慈禧太后 则会第一个笼络李莲英 而李莲英也为了贪财 罔顾大体指之力己 李莲英为了讨得慈禧的喜爱 也会穷尽心思 想尽一切方法 帮助慈禧太后 满足权力和物质欲望 导致晚清政府 更加地摇摇欲坠 而清朝 也险些完全沦为 列强们的殖民地 慈禧太后临终前 立下的这三道遗嘱 令无数后人看了后 唾骂不止 慈禧太后下令禁止的行为 却在自己的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